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你真的有覺得林佳女孩 我覺得她穿她的衣服比較林佳 這件衣服在她身上覺得有點 要去菜市場之類的 欸 她是很直接 她沒有穿過碎花 妳要給人家一點鼓勵好不好 阿菜的話 因為她都是比較成熟 性感 然後氣勢很強那種衣服 我們就想說要找一個 粉嫩少女色系的衣服 我真的沒看過 阿菜穿這種粉嫩色系的衣服 然後許魚的話 這種寬布 看起來很寬鬆的 這一件的點是 它這邊有一個紐結 所以衣服前面會顯得更短 沒有更多肚子 而且它這一個是緊身的 我不知道穿起來效果會如何 好 就這兩套了 希望他們可以好好的駕馭 期待 大家一定想說有什麼多許一個人 因為我們阿菜呢 它在旁邊心理建設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 許魚 妳家喻的很好啊 我覺得還不錯耶 看起來常常 那寬褲怎麼樣 穿起來就很舒適 很舒服耶 我以前很排斥寬褲 因為我覺得穿起來可能會很胖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瘦 它就是一個跟腰身 然後整個腳比 又瘦又長 還好肚子瘦的 我第一次看妳肉肚子耶 那妳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另外是我想要買的套裝 很棒 很棒 成功 開發新衣服 好 那個阿菜 太久了唷 很像彩虹小馬 啊 不要拍我啦 來 來 維郭尼亞放手台步 歡迎阿菜 還不錯啊 可能我講話要換一個方式 好 妳換一下 好 妳們覺得我穿這樣好嗎 覺得可以耶 沒有 沒有不符合妳的年紀啊 這件事笑什麼 妳一直憋笑幹嘛 我覺得這件衣服 真的不會講話 那屬於講妳覺得怎麼樣 她穿這件 其實很奇怪 就臉跟身體也會很有違和感 妳知道嗎 這是第一次看妳穿這種粉嫩的顏色 我已經有粉嫩的顏色了 但是因為它不是那種 就是Baby全部都是這樣的顏色 就是 我是誰 我在哪 我現在已經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沒有說到 會不會要 還不然笑出來 因為她剛剛突然這樣看我 我嚇一跳 那我們可以 又要互換了嗎 想要趕快換是不是 欸不要啊 一整集就這樣 是不是 以後上節目都算這一件了 好不好 好 先換裝 好 換裝 衣服們終於找到 耶 主人啊 欸 神聰按再拍一張 我現在好舒服 你看我剛剛一走出來就覺得 欸 身自己 她剛出來氣勢都不同了 對 我剛剛那件不願意出來 就躲在裡面 對 欸妳這個真的很適合妳耶 我覺得這件就真的是 OK 我就是可以加了一套 就是妳的衣服 好適合喔 但是因為妳真的是極瘦人 所以我覺得妳穿起來還是比我穿好看很多 差不多啊 因為每個人感覺不一樣啊 我覺得每個人穿之後的感覺都會很不一樣 那妳太適合了吧 妳的氣質就很適合這一個顏色 鮮艷艷的顏色 對 甚至妳的襪子也不會有奇怪的那個感覺 我都要做一對的 整套 可以耶 含妞 欸 可是這樣影片不好看 這樣兩個人太適合衣服 我想不適合的地方一次就可以了 好 那適合不用講太多 我反正就很讚 適合 現在我們換許瑜了 好啊 大家好 我是許瑜 今天要和天才跟Sandy拍攝交換師服的影片 其實我個人是蠻緊張的 因為我怕會穿到天才的衣服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我的衣櫃 幫他們兩個挑選衣服吧 那我想讓天才他們穿的應該是這種連身裙吧 我剛剛在想他們平常就是不太會有這樣的衣服出現 我覺得要讓他們穿長裙應該比較不一樣 然後我也不會想讓他們挑戰就是這個黑色的 因為我覺得黑色的穿起來基本也是沒什麼難度 私心蠻想看天才穿這套的就是比較鄉村女孩風 像我覺得這個藍色的應該也是沒什麼挑戰性 大家會拿這件跟這件吧 那我把這兩件呢試穿給大家看 給他看我穿起來的樣子 來啦 其實大家都知道對我的印象就是很愛穿連身的 超愛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 而且大家都很寬鬆 像我連身大多還是偏比較緊身的 妳都是緊身的 連身裙包臀 我從門前看到你們兩個的IG應該都沒有 我今天帶了這兩套類似的服裝 所以就帶了這兩套 我剛剛瞄了一下他袋子裡面的東西 其實我又有點小擔心 就有點彩虹小馬擔心 情況性一樣 可能穿起來我們兩個都會像剛剛一樣 都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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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我現在就可以把它當外套穿 你看這種是女操人的感覺 這一種女超人的感覺 整個人跟妳和徐妤穿起來 感覺這麼不一樣 再來我看到我現在頭很痛 竟集購入的一件 所以也是蠻喜歡的一件衣服嗎 我很常穿這件 妳應該有看到是 已經跟徐妤穿著 最近我心裡都會想說 天啊 這衣服穿我身上會怎樣 沒想到它這衣服就出現了 我好擔心 好 那我們要去囉 好 我覺得很適合耶 以後就不用想要怎麼穿搭了 你知道嗎 這不是懶人服裝對不對 對 這懶人服裝 就我每次都不知道怎麼穿搭的時候 我就討一件就出門了這樣 它又不會給人的感覺太隨便了 可是它的色系好統一喔 有點害羞 因為我就是 我只會穿黑色的統一色系 我覺得很好看 以後可以多多長時間這樣 這個感覺很像秋天衣服 然後香蟹大道 你也是很美 我們該Cue另外一個人出來 躲在後面 來 維多莉亞風 維多莉亞失落風 我知道了 你很像以前19560年代 美國婦女 我要想辦法把它變得不一樣 對 你不變了 我都剪一顆好了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欸 我覺得多剪一顆差很多耶 為什麼我總是多剪一顆差很多 我也不懂 這個才是你啊 好啦 我們趕快進行換衣服那個 交換的嗎 你覺得你穿這個比較好嗎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 完全可以 因為這種風衣感會比較帥 那如果我沒有這個塑膠呢 不要睡衣 睡衣睡衣 好啦 算了啦 大家 我們趕快換衣服啦 好 我覺得你超像就是 白雪公主的後抹 這件穿起來就可以演壞女人了嗎 為什麼這件在你身上會這麼壞 不知道 對啊 人家什麼 香水理性 香水大道有沒有 我穿起來沒這麼壞耶 可是Sandy剛剛穿起來好時尚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是因為我胸部太大了嗎各位 那為什麼我們少一個人 她好了 哇 很厲害耶 鞋子好看啊 我覺得就是美國鄉村風格 你怎麼敢穿這件出門 可是她臉就比較嫩 就比較可愛 所以她穿它就會覺得OK 穿這件衣很像穿睡衣出門耶 那你中間如果這個拿掉呢 可以這樣子 睡覺囉 好累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拿掉好像 沒關係啊 比較好看 我再綁起來吧 你不覺得我很知道就是 那個 你好像那個酷衣大路線喔 你穿這樣就沒人可以跟你講話了 那我等一下這樣出去吧 真的 好 那我們今天來總結一下 大家覺得 我們今天誰的衣服最難駕馭 我已經有人選了 我也是有人選了 我覺得是許妤 我也是許妤 好難耶 我真的很少衣服我穿不起來的 欸 那個彩虹小馬呢 我覺得彩虹小馬比他們好很多 我已經覺得許妤的比較難駕馭 因為到現在都還在問號 我不知道什麼要穿今天在身上 最近到底怎麼穿出門 而且她還穿這開台不只穿出門 嗯 真的很大餐 基本上臉色的衣服我都會非常常穿 因為就不用想要怎麼搭配 是我最喜歡的 我覺得還是臉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臉可能就真的不適合這個 我們的臉可能是比較成熟一點點的 所以你就是那種可愛的臉 但我那我反而覺得她穿我們的衣服好像也還好 那個碎花那件 啊 碎花 嗯 那就太硬了 那身體的衣服的我都可以 那攝影師覺得呢 男生的眼光來看 你覺得誰的風格你覺得最難駕馭 她的 許妤的嗎 那誰的風格最好駕馭 你的吧 喔 那身妳的 因為可能她可愛的或是時尚的 拿出來大家都還可以駕馭到 那今天呢 我們就非常謝謝許妤跟Sandy來 參與我們今天這個換衣服的拍攝啦 下次呢 不知道還有什麼厲害的衣服 那我們來宣傳一下Sandy的頻道 Sandy 開發大家記得訂閱 喜歡小鈴鐺 按起來 啊 我是許妤 許妤這頻道記得訂閱起來 訂閱告吉伊 然後大家其實都有在Twitch開台 那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自己去看資訊 我都會放在下面好不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他們都會選擇 是誰的 ? 我們會選擇 我到沒有 你還是很高興 感谢观看